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没事吧 尤其 这是我们天理国的将士 我不能见死不救 快 立北要马将生 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 马将生在前面 快 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 是 是 上下的这边分散搜 是 不会真的死了吧 怎么办 又不是溺水 呼吸法能有用吗 算了先救人 可是 管不了那么多了 救人要紧 原来是你这个小娘们耍了我们 你 你们别过来 这人和低等的人类 低级的主族纪约 真是本王子的耻辱 大哥 怎么了 太好了 他真被我救活了 愣着干吗 给我上 封女人 你刚才为何要亲我 你以为我想啊 还不是为了救你 救 赶 赶紧把我扶起来 只要你在这个契约上签字 这些宝贝 全部都是你的 宝贝 怪不多刚刚面试这么顺 果然是个陷阱 还想让我在这鬼画符上签字 当我傻呀 万一这是一份卖身器呢 怎么了 还不满意 你这个女人真的是贪得无厌 你别过来啊 到底签不齐 完了 这可该死的情人 我堂堂欲离星猫王子 居然要毁在这个女子手上 是 少将军呢 洛峰 把你的脏手拿开 我告诉你啊 你虽然是头等侍女 但是除了少将军 谁都不许在东远养貌 听见没有 洛峰 你放我下来啊 少将军衣服怎么落下了 他去哪儿呢 你 你敢这样对你主人 主人 我今天让你看一下 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怎么回事 不是亲一下就变猫了吗 你们人类就这么喜欢嘴对嘴的吗 完了完了 直接刚被他把脸都拧便行了 这又落到他的手里 哎 我们人类啊 就喜欢这样 你这只臭猫 成天为非作胆 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主人我的厉害 你到底要干嘛 哎 我不要洗澡啊 这个疯命 疯命 我会帮过你的 这该死的契约 什么时候能解除啊 这该死的契约 你 本王子果然 优秀 你完了女人 你完了女人 快点 怎么了 怎么了 这个女人不但撕毁了我的血液 还逼着我洗澡 还轻视本王子满美的肉体 真是太可恶了 我希望你跟我一起完成我们玉离星 最常用的历史仪式 干嘛 猫不都这样吗 好像是 好了 赶紧了 还是算了 你要忙我 我不也说了算话 要不咱们还是先聊聊 你怎么帮我找魂珠吧 坐着 不要动 看着我就行 这个女人现在看起来好像也没那么丑啊 勉为其难做我的丫鬟吧 这小龙仔 这小龙仔 你在哪呢 龙仔 你怎么这么大啊 龙仔 你怎么这么大啊 你怎么在我身边 你怎么在我床上 你怎么在我身边 你怎么在我床上 你觉得我还会让你得逞吗 这是谁的房间 这是谁的床 这是谁的床 你跑我床上来干吗 那 我不是看小虎般无精打采的样子 才留下来的 谁让你现在变成人了 还不是因为主仆契约 我每天只有六个时辰 你为什么脸红啊 你为什么脸红啊 我哪有 那你为什么不叫醒我 刚刚摸我的人是谁啊 不过和本王子同床共枕一晚上 是不是感到很荣幸 不容了 你就不能温柔点吗 怎么还这么凉啊 怎么还这么凉啊 怕是还要烧起来 你我的笑语就像奇迹 你会好起来的 这夜晚晚来街巨迹 都两天了怎么还不行 都两天了怎么还不行 稍微也退了呀 真的是个大笨蛋 你说你作为一个普通人类 为什么要帮我等那一下啊 不要命了 不过那一下倒还挺像是个主人 终于承认我是你主人了 什么主人 你发个烧把脑子也烧坏了 反正我是听到了 吃药 不要 苦 苦也得吃药 吃完吃个面酱果子就不苦了 来 苦 不苦了吧 我要不是看在你生病 连累我的份上 我才懒得管你 自不量力 什么叫自不量力 作为一个主人 如果连宠物都保护不了 还算什么主人 好 那下次你病倒的时候 本王子不介意再用嘴巴 给你喂药 不过 仅限于此 难道他已经准备好了浑书 小薄荷 从今天开始呢 这三颗浑珠就交给你了 你好好保管 就这儿 不然呢 这么贪 蓝浑珠明天能给你 我说的是 浑书 不是浑珠 你忘了 你忘了啊 你已经嫁给我两次了 不 我还有那个 哪个 这个 是吧 现在呢 我要的奖励是这个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我回来了 我以为 我以为你再也久不来了 我以为你不要我了 你谁啊 你失忆了 不知不觉就会摆上彼此笑容 没关系 只要你记住 我以后就是你的主人 我叫小薄荷 以后你就是我的猫了 我去拿点薄荷蜜 你肯定能想起来了 原来是有名声要让我莫名的心痛 别问我为什么 其实真的不痛 本王子刚大病初医 就只给我吃薄荷蜜药 谁让你睡这么久 谁让你装失忆 谁让你碰下我 你 傻瓜 我怎么忍心抛下你 干吗 你又想占我便宜啊 该做的事情一定要做的 色帽 色帽怎么了 你不要再看见我了 我靠近你怎么了 我有权力拒绝 你别动 帮我拿下 帮我拿下 你这个眼睛呢 现在只装得吓我了 怎么办啊 怎么办 我骑到你了 我骑到你了 只是这样 可不行 那你还要怎样 老公 穿了 我骑到 Hallo 我骑到你了 我骑到你了 是在我身边有不离分